其实你只要把你家里不要用的电脑 笔电有没有 你就把它装个SAMP 你就会一台SERVER了 你就像我们之前装到 然后你把它RUN起来 SAMP这边有个Controller 然后你就怎么样呢 把它START 有没有 如果在那个不要的笔电上 START一下 这样的话你那一台笔电 就会已经有一个SERVER了 它是一个WAVE SERVER 它可以架设网站 也有一个MySQL 也可以在上面写PHP 也可以拿它来做很多事情 OK 但是你可能需要 如果你这样要架设网的话 你第一个可能需要一个固埃 固定IP位置 理论上中华电信 如果你家里有那个光纤的话 应该就会提供给你一个固定IP 只是说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申请 这是你的权利 一般它会给你浮动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固定IP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一个那个Domain Name 就是那个网址 比如说我是申请IDV的话 但你可以到很多的那种 所谓的申请网域名称的那个 Domain Name的服务 很多 不过就要一个费用 就是把你的IP位置 变成一个实际的名称 另外中间可能会有个转址的服务 就那个名称怎么样把它转换到 那个对应的IP位置 所以如果像我上个礼拜有Demo 我的那个教学论坛 我打triplew.tgri.idv.t的 它就自动帮我转到我的IP位置上面去 就是用这样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要驾站的话 用这样的方式是成本最低 而且效益还蛮大的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就有一个server了 甚至你要拿它来当一个什么 fileserver或者是架什么什么 上面其实都OK 没有问题 好那今天的话 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在上面也有加mySQL 另外也可以跟那个我们的城市做连线 那其实城市里面的只有改 大概没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SQL line 3 改成一个叫pipe mySQL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要额外安装 一样要拍 就是在你的那个命令 就是在DOS底下 输入pipe install 然后这个拍mySQL 有没有 那第二个的话 connect 之前connect是某一个档案 那这边的话 就是变成你的host 就是host就是你的主机的IP位置 IP位置给它 然后po号给它 基本上mySQL预设是3306 如果没变更的话 然后它有user 哪一个账号 跟哪一个密码 OK给它 然后另外的话 你必须要先在mySQL上面 先建一个database 然后去做连线 这样就OK了 基本上底下的城市 完全一模一样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把它熟悉一下 等于是说 如果你将来需要做什么呢 跨电脑的应用 或者甚至跨软体 跨城市的应用 因为像mySQL 不是只有python可以连线 像我刚刚讲 它最多以前是用php 所以你也可以用php 另外你用vba可不可以连 也可以 easeer如果要连mySQL 比如easeer的东西 你要把它倒到mySQL用 对不对 也可以 或者将来你也可以配合什么 跟那个app做连线 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可以把它做连接 也就是变成说 这个是一个资料中心 每一个城市 都可以把资料倒到这边 然后前端城市 可以在这边去做 去做读取 可以有写进去 也可以读出来 还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的事情 那后端如果说 你要做报表 也可以把前面做完的东西 汇整到这边 那如果专门要有一个reporter 有一个做报表人员 也可以直接从这边 去帮你做抓取资料 显示出你最后要的报表结果 所以其实资料库 在一个城市里面 所占的重要性其实相当高 也就是没有资料库 其实说真的很多事没办法做 你不可能说放在档案里面 你放档案其实很麻烦 所以通常如果我们要产生报表的话 通常还是会预先先把资料 全部先倒到资料库里面 再利用资料库产生的资料 再去产生报表 所以一般不管怎么样 第一步还是先把它丢到资料库再说 所以这是上次上课 我们讲到的一些相关重点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一样就是我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个单元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第六个单元 六之一的部分 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那个行政院环保署 那个Json党 它在那个里面的话不只是Json党 还有XML 那XML要怎么抓取 这个XML其实还蛮难抓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重点维护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从那个Json 这个这边有连接 其实行政院环保署的官网这边也有 你们可以从这边去 去稍微看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继续来看 如果要抓取其他格式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